福音家人东晋原地司马瑞妇人郑阿春 郑阿春 三百二十六是河南行洋人 其祖父为林济县令 父亲做过安丰太守 生在终极官吏的人家 阿春从小便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 可在他刚刚懂事不久 父亲就去世了 身为大姐的阿春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只好赶快嫁给渤海医护姓田的人家 只可惜刚生下一子后 丈夫就死去了 郑阿春无奈 只好又领着母亲和三个妹妹一道 寄居在舅舅家 狼狼王司马瑞想将其舅舅家的女儿吴氏 那位夫人可有人曾见过阿春和吴氏同游后花园 便向司马瑞建议道 正是女阿春虽寡居在此 但其人品远远超过了吴氏 是一个难得的贤惠之人 司马瑞闻听此言 便改变了想法 决定那阿春为夫人 为此引起了舅舅的不满 郑阿春为人正直 通达 十分善解人意 因此很得宠 虽然如此 他在狼狼王司马瑞面前 是仍是闷闷不乐 长须短叹 显得心事很重 一次狼狼王追问他缘由时 阿春叹声道 妾有三个妹妹 大妹妹嫁给长沙王包 二妹妹 三妹妹尚未出嫁 仍在家中 我想恐怕是因为我做了您的妾 因此就不再有人去求婚了J 此时司马瑞以为丞相 总管江东的事情 于是他便命令散起 尝试刘奎四处 奔走为阿春的两位妹妹求得嘉许 刘奎让自己的侄儿留庸娶了二妹 又把三妹嫁给了汉中理事 同时又召王包为尚书郎 可见阿春对家人的照顾 和对妹妹们的呵护 实在是尽了一个长女的责任 建武元年317 司马瑞登基称帝后 阿春人为夫人 但司马瑞要求太子以下的子女 都必须按阿春的话办事 可见阿春在皇家的地位 司马瑞在于孟母之后 一生没有利后 永昌元年322 禁元帝司马瑞抱恨而死 阿春被尊称为建平国父人 贤和元年326病逝 阿春的二儿子司马瑞被封为会计王 于是他奏请追尊母亲为会计太妃 后来 司马瑞即位为简文帝 至太元19年394 其孙孝武帝下诏尊称阿春为简文太后 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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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